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大言 我是方砖 大家还记得在两会之前有一种声音 说习近平连任之后就好了 他就不折腾了 他全力已经稳固了 我们这个清零就会终结了 但是眼下呢 你可以看到 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内蒙工业大学的这个孩子们 他们被关上了 用欺骗的手法 关上了一辆辆的列车 去送往隔离点 是用欺骗的手法 就像当年的德国纳粹 忽悠犹太人上那个煤气车时一样的 这一幕的场景 这通往这种一个个的集中营的列车 它揭示了 或者它展示了中国的另一面 就是在习连任之后的中国的世界 将会走向什么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以这个事情为一个引头 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未来 聊一聊中国在习连任后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 不是说是什么样子 而是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 好 怎么回事让我们来看啊 那么内蒙古工业大学的学生向外界发出了这样的求救信 他说 我是内蒙古工业大学新城区的学生 我们学校的疫情特别严重 金川区几乎已经全都沦陷了 新城区也在不停的新增的新的感染人员 但是学校一直都在封锁消息 不给学生报道最新情况 即使是抗原检测为阳性 也不会安排隔离 任由病毒肆意传播 2022年的10月26日 学校发布了新政策 说可以分流返乡 这帮孩子就以为说 我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学校终于要有所作为了 但是2022年的10月27号 政策开始实施了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所有学生都在称赞学校的执行能力 真快 真为我们着想 可是直到刚刚 也就是27日的晚上7点 我们才发现这根本就是个局 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他们准备将出现过阳性的楼层的所有学生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隔离 那里没有充电的地方 没有洗浴空间 六人间的隔离房 这是什么行为 这难道不是变相的放弃学生吗 我们呐喊可是没人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呼救 可是没人知道我们的处境 我们真的要绝望了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一桩桩一件件 你就看着这个火车里面 塞满了穿上大白防护服的这些学生 确实非常像什么 开网集中营的列车 而事实上等待他们的 也不过是有社会主义新时代 有习近平思想领导的 现代中国特色化的这个集中营 对吗 六人一间 没有网没有充电地方 而且更恶心的是 根据最新情况来看的话 现在据说因为要开网包头 那么火车上出现了阳性 这个导致了接收学生的地方 不敢接收 而学生已经上了火车 所以火车也根本无法下车 而在车上也没有一人一铺的条件 也就是说不是按照一人一个铺位来 那边那边能塞几个人 所以所有的学生都被挤压扎堆在小小的车厢里面 闷热的空气 厚重的防护服 汗水的味道 密布病毒在里边肆意传播 这哪是通往隔离的列车 这就是通往死亡集中营的列车 好 那么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在刚才我读这篇学生的求救信当中 有一句话 不知道有没有触动了大家 他说我们呐喊或没有人回应 我们呼喊或怎么样没有人帮助 我看到那段话的时候 我的内心其实是蛮纠结的 它处在一种 就是说既不是幸灾乐祸 但同时又对对方有一些侧隐之心 但是又双方都不透明 不绝对的状态 确实是现在很多学生的呼救声 呐喊声 似乎社会对他们的回应 一个是网络的审查 网络的封锁 听不见 看不见 另一方面也似乎没有以前那种 一呼百应的那种状态 我个人认为 其实有一点的差别 跟民国时期跟以前不太一样 因为民国时期的学生的呼喊 就是说这是我的责任 是吧 举那个例子 当然不是一个时间段的 这是我的责任 他们不仅仅 我们不是说他们不为自己呼喊 是他们不仅仅为自己呼喊 他们为了整个中国 为了以天下为己任 这样看起来很可笑的这种口号 那些学生们 他们是为这个而呼喊 最终受益的是全社会 他们只是社会的一部分 而现在的孩子 现在的中国的学生 可能他们在铁拳砸到他们身上之前 我知道这么说 可能会伤害到一些朋友 抱歉 我先给您说声抱歉 但是客观事实来说 这在整个社会角度 我们局外人来看的话 就是铁拳没有砸到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歌功颂德 用什么NMSL在网上四处出征 直到铁拳砸到之后 开始哭天抹泪 他们呼喊 是为自己呼喊 也仅仅是为自己呼喊 所以这样的声音 就传透 穿透不了这个墙壁的封锁 因为它没有闪耀了人性的光辉 咱们用这个文学的演的词 来修饰一下 但事实就这么个事情 中国 从它这个疑点单面 你会看得出来 中国在习近平连任之后 疫情的防控 并没有出现好转 反而变本加厉了 大家你要清楚 这里面其实不是疫情变厉害了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是说习近平连任之后 疫情就变得更厉害了 疫情没有这么有党性 好吧 真正问题是 管事的人 他不管事了 你能理解这个概念吗 管事人不管事了 这才是麻烦事 我们还举这个例子 学校为什么搞成现在局面 对吧 应收尽收 如果上面 就内文股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区域 是省长或者什么样的 有一个专门能说出话 拍板算事的人 说学校我给你拍板 我来为你们协调各地 管事就干这个 我为你们协调隔离的地点 转运的途径 发现一个转一个 发现一个转一个 或者怎么样也好 就是这种东西在国外看来很可笑 但是在中国 咱就只能套用中国官员的这种思维模板 咱们去把它套进去 那你就会发现 即便有这么一个管事的 甭管他平时贪污多少钱 他至少学校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不对 车上塞了几千人 前面没有人接收 都没有沟通好 这个整个流程你看得出来 都是各地方各自为证 地方接收单位是接收单位的 为自己考虑 不让你下车 这边学校是为了把你们整体清零 学生没认为学生考虑 整个都是每一个部分只管他们这一段 一盘散沙 为什么 因为上面人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都在等着20大的结果 而现在20大结果下来了 又都在等什么 都在等这些20大掌握权力的人 什么时候开始铺他们的派系 我现在也许还在这个位置上 我在城市长的位置上 我在市长的位置上 我在某某个学校的位置上 但是我的位置明天不一定是我的了 我现在多做怎么样 多错 我少做少错 那我不做当然就不错了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吗 你能抓我把柄吗 顶多你做的不好 不好我怎么样 我没犯罪呀 我没犯错呀 这个是中国目前在未来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因为它的权力更替没那么快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人道的次生灾难会越来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官员人服于是 他们不敢去做这个事情 他们也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这是中国体制造成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秋冬季马上又到了呀 天又冷了呀 那疫情是不是又该来了呀 是不是风控又来了呀 那大家年怎么过 这一年就没上几天班 怎么过这个年呀 年关难过是真难过呀 对不对 所以局面是这么个局面 那我们今天说了 找背后的原因 那我们都只能 我们能往下找吗 不能 我们只能往上找 其实你会发现 这次的中共的领导人连任 跟这个事情之间 看似差别很大 但是中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家别忘了 周冬刚才刚刚说过 这些官员不敢下决定 是因为权力中枢上面 很多东西没有定 好 我们顺着这条思路往上发展 你会发现 那正常情况下 比如说 因为我在美国 咱们拿美国的例子 美国出现这种情况 第一方上的州长 他会第一时间紧急行动 各个郡或者县 也会紧急行动 各个州 包括整个国家 都会动起来 但是在国家 最后动起来之前 他们的州一定是先动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州长 是当地选出来的 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国家的宪法 没错 但是更来源于 这个国家的人民 这个州长 首先是为当地 自己的州的民众负责 他才能够确保 他下次 或者这个所在的党 这个党下次 在这个地区 才会有选票 才会有人支持 所以他不会出现 中国这种 我等上面的人 到了之后拍板 我免得担责任 州长说 现在就是我的责任 我不把灾民处理好 就是我的责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在西方上 你说有什么灾啊什么的 你会发现 灾很大 造成经济损失很大 但是人员伤亡较小 你不像中国 美国一场台风过去 一场龙卷风的灾难过去 肆虐可能死 那么三五个人 中国随便一个楼塌了 三层小楼 压死十几个 这还是新闻爆发的 最近不从徐州事件开始吗 不是从唐山事件开始吗 开始流行了 就是人甭管走没走 有没有 太平间封没封 但是就告诉人 人自行离开了 都安全 没有人员伤亡 真实情况呢 谁知道 鬼知道 所以这是非常鲜明的差别 所以我们顺人这条线 往上走的话 那如果中国想避免这种情况 那就需要做到一点什么 要全力在中枢 至少在他们常委 或者他们也好 这个政治局里面 要有制衡 权力要有制衡 你不要觉得说 你看中国官斗多这么细 对 中国在古代 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 它正是由于互相斗 有牵制作用 有牵制 这个局势才稳定 三点受力 这个棍儿才能立得住 但现在问题是 现在从习近平连任之后 他身边的七个人 对吧 想召唤什么 召唤什么 人数凑齐了 他们身边的人的权力 全部来源于谁 这些常委 他们的权力来源于谁 来源于习近平 这种结构 对于习近平来说 看起来是稳定的 但是就像一个底一样 他原来是什么 有三角形或怎么样的 有多边形 可以矛住这个底 然后顶住中正的权力 就是既有权力集中 但至少又有相对的政治稳定性 但是目前情况来看 他们七个人 所有的权力 都来自于中间 这个习近平 那么也就是说 习近平往东就往东 习近平往西就往西 他们身边没有人 有劝谏的能力和胆量和意义 不是 和义务 观众朋友 你想一下 这个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运动 叫太平天国 还记得吗 对 太平天国打清政府 打清军 打的是势如魄如的前期 后来太平天国是怎么完蛋的呀 定都天津之后 是吧 快速的腐朽 内部派系开始快速的争权夺利 要知道他们之前对着 都是老兄弟 太平天国都是老兄弟 对着清朝的军队 但是敢打敢拼 一路狮山学海杀上来的 那怎么到了他们这边之后 就开始互相内斗的不亦乐乎 就是一个原因 就是当政治目的 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候 内斗就开始了 你别看现在这七个常委 怎么怎么样 好像全力一捅一张 但是我告诉你 米里边终究会生出虫子来 他们这七个人里边 没有了明显的外部压力之后 内部内斗是一定要开始的 你但凡对于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故事 有那么一点的了解 哪怕你说你不读书 你就听评书 你也应该知道这个类似的道理 对吗 所以他们内部本身就会逐渐开始 尔虞我诈 在未来还有五年 这五年哪家利益归哪家 那得说清楚 开国际玩笑的 我们辛苦这么多年 我们图的是什么 不就是从龙之功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 他们会说习近平的不好吗 他们会说圣上的不好吗 有病啊 我这边说了圣上的不好 我中眼泥眼了 圣上 问旁边 他是这个意思吗 旁边 大混蛋哪 他想害您的圣上 这 当然我是用演绎的说法 给你演绎出来 但实际上不会这么直白 就这个意思 那我会说吗 我傻呀 能混到中央的哪个不是人精 所以我就不会说 你不说 我不说 他也不说 最后受伤 老夫永远是对的 麻烦就处在这儿了 没有人敢劝谏 也就没有人敢反应下面的问题 而且还要加倍的向对方表示 你分给我的活 我后面都好 全部都埋起来 全部都埋上 各种不好全埋起来 到时候展现在咱们圣上面前的 那绝对是一片光荣伟大正确 他照着身边这七个人 所给提供的细节看 绝对是光荣伟大正确 中国一片太平 在我的连任治理下 中国消灭贫困 走向富强 共同富裕 达到人生巅峰 他一定是这个状态 但底下真实情况 是没有人管的 所以据我所知 不只是内蒙古工业大学 是目前这么个状况 而实际上呢 比如像兰州有的人 就地隔离 这一帮人啊 给隔离在厕所了 你没听错 对 我看能不能给你找着图片啊 就是他隔离在厕所里面 有人给送饭 这倒好了 有的地方被关起来以后 没有厕所 那吃喝拉撒 只能在屋里解决 这屋里没法臭的 没法待了 现在好了 好歹是有个厕所 那你就是吃喝 反正就忍忍吧 对吧 拉撒的时候呢 好歹有个厕所 守着厕所 你也算是占有战略高地了 是吧 就在发生的兰州吧 好像是 各地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包括上海这边 上海又开始加强核酸了 那个加强核酸 它说的不叫封城 但是呢 所有人居家 非必要不外出 但我现在不是封城 我也不是经过管理 我们就是核酸检测 但你不能出门 它们跟封城有什么区别 包括武汉那边 你会发现 随着冬季的到来 随着秋天冬天的到来 中国又开始浮现了 白色恐怖的景象 恐怖的大白 加上冰冷的雪花 夏天可能还好点 那些被封控在外面 就地隔离的 乔顿下的这些人 照个沙龙扣在路边那些人 夏天也就罢了 忍一忍路上还能睡一睡 这晚冬天要来了 冰天雪地的 让这些人怎么活呀 我相信按照中国官员 这帮人尿情来看 尤其地方官员 他们根本不会管这些老百姓的死活 包括供暖问题 冬天来了 老百姓要烧煤 烧暖气 烧烧怎么样 要交暖气费 可是人家一年了 没怎么工作 你暖气费给人家打折便宜吗 绝不会 只会涨价 不会降价 所以老百姓 这个冬天 这个冬天 那才是真是难过的冬天 建议大家能准备的是吧 是什么电炉 当然电炉也用电 太阳能吧 或者怎么样 想方说吧 这个冬天有需求的一些人 你们需要早做准备 假如家里有钱的 无所谓的 那你怎么样都行 反正你有钱吧 你能撑过去 但有一些比较贫穷的朋友 你们可能就要早做打算 我先告诉大家 这个冬天 中国很多人不好过 因为政策方面 很多东西都没定下来 现在他们是拿了常委了 没问题 转过年来还有两会呢 还有很多地方上的其他的东西 都需要他们去布局呢 这个时间段 他们是巩固革命成果 革命代言号了 巩固革命成果的时间 巩固坐稳自己派系的时间 挑选位置 挑选职位 哪个地方是肥缺 是这个时间 暂时没有空出手来 去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 一切估计都等明年 过往一年再说了 好吗 所以今天这是我对这个事情的一切看法 我对于中国这个所谓的 展现出这么可怕的 这种什么像 集中营一条的列车的这种 这种前景的分析 不会少 只会更多 好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你给镇头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